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转一下 Ted你有看到吗 有 哈喽 好 那我们不好意思 我电脑有点乖乖 我先用手机 就是我们今天下午的议程 就开始邀请到 就是我们开原社的联合创始人 Ted刘 刘天栋 然后他也是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的个人组织 然后来跟我们讲议题 叫做迎头赶上全球开源大潮 然后其实Ted也是我们开源社当中 少数的台湾同胞 就跟我一样 我们都是台湾的 所以总之也请Ted 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Ted 听得到 好 我是Ted 刘天栋 我现在人在高雄 那原来在台湾念完大学之后呢 我去了美国求学 那个电脑的研究生做事 之后呢 在美国工作几年 之后又回台湾工作了几年的时间 然后呢 掉到大陆 从1997年一直到 差不多2016吧 2016呢 我一直都在大陆工作 然后呢 从2016年开始 到现在我一直在做全职的开源的社区 包含大陆国内跟国际的一些开源社区的志愿者的工作 所以我大概算是全职工作者 开源全职工作者 那我简单的介绍 好 我现在人在高雄 那回来已经有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了 也希望在这个时间能够多参与 台湾开源社群的这些贡献 跟各式各样活动 那Cost Cup呢 我是已经连续三年参加了 那去年有做过 去年 前年都有做过演讲 那今年呢 也还是照着惯例 那也非常高兴 那能再次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 谢谢 好的 好的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就我们邀请Ted老师来讲 就是 到底台湾的这个软硬体产业啊 如何赶上全球的开源大潮 那就有请那个Ted老师的一个分享 我是刘天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迎头赶上全球开源大潮 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开源社联合创始人的理事 那也是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的Member 那Foundraising Committee Member 也是Sponsor Ambassador 那我曾经在 Oracle台湾 Oracle中国 在Turbo Linux亚太区 Turbo Linux也是全球最早 最早的Linux发行版 发行商之一 那在微软的微软开放技术 那这几家公司都认知过 那负责的主要都是 与开放开源 还有Linux相关的业务 好的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开源社 我们是完全由个人志愿者组成的 纯公益 非盈利的开源社区 那我们的愿景是开源社 变成一个开源人的家 我们的治理原则很清晰的 就是贡献 共识 共治 Contribution Consensus College reality 我们的使命呢 是希望能够在 推广的开源治理的里面 国际跟国际的这个社区 还有基金会 企业能够很好的接轨 第三个我们能够联合所有的社区 一起来共同发展 第四个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开源的项目 所以呢 这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社区里面呢 那在全体证券 上市成员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之下呢 我们有理事会 有这个顾问委员会 那顾问委员会呢 就是由各个开源社区 媒体还有企业 还有一些知名的开源人士 我们组成了一个顾问委员会 同时还有一个法律咨询委员会 就是我们在一些开源治理上面的一些专家 我们组成了一个开源的这个法律咨询委员会 那在理事会之下呢 我们有执行委员会 只有9个工作组的组长和副组长 这些成员们来共同来组成这个执行委员会 那另外呢 我们有一个专案委员会 就是项目委员会 底下有好多个项目 跟项目分别的跟大家介绍 那底下就是我们的专案 包含了这些项目呢 包含了像中国开源年度报告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一下 那我们做了一个K token 基于区块链的开源贡献激励平台 我们自己有个开源社的官网 而且呢在有这个2018年呢 微软把他的这个开放黑客松的平台呢 捐赠了给开源人社 这是一个为举办或参与 黑客松活动的一站式开源云平台 另外我们直接打造了一个 Oss Chat这样的项目 这是个Chatbot 为开源项目 社区打通一些社交媒体平台 跟一些GitHub之间 还有邮件之间的 三项沟通的翻译 那这样一个平台 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新冠援助平台 也是在去年开始 新冠疫情的开始之后 那开源社呢 我们跟很多社区的合作在一起 希望把新冠疫情所需要的援助 各方的资源 能够整合在一起 这个我们跟合作社区 在很短时间 在全球召集的几千名的志愿者 来一起推出这样一个新冠援助平台 这也可以看到就是 年轻人呢 对这个社会是有热情的 就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间出来 帮助别人 另外呢 开源社从2014年成立之后 在2015年开始 每一年都举办一个中国 开源的第一盛会 而且每一年都是在大学里面办的 有非常多的企业呢 来支持赞助我们 有很多社区来参与我们 有很多开源的爱好者 还有大咖呢 也都会来加入这个盛会 来分享 这是我们开源社呢 从2015年开始 对这个开源开发者的调查 包含了问卷啊 包含了一些数据篇 还有深度的专题分析 这个洞察篇等等 那从2015年开始尝试 201617 那是因为有改组的原因 稍微停了两年 那从2018年开始 我们深入的在做问卷 开发者的问卷调查 对这个Github 还有在代码 偷管平台上面的数据的分析 另外对个别的专案项目呢 开源社区 项目社区呢 做入深入的分析 和洞察 到2020年的 去年的年度报告呢 我们更携手这个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呢 Xlab 我们对Github更做了深入的分析 对于亚洲和中国的开源项目 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 这个现在这样的一个 中国开源年度报告呢 在中国国内呢 算是比较有影响力的 每年一出版 在年底出版的时候呢 都会吸引很多的企业社区 还有开源爱好者的关注 看一下开源这些年呢 对这个全世界全球 不管是对企业 还是对社区 还是对个人的 所产生的冲击 那这里面的 一个像产生的冲击跟变化 是非常精彩的 大家可以看来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呢 这技术呢 在过去发展这么多年之后呢 到目前呢 已经到了一个时代 就是人人都是开发者 那我们可以讲全民呢 这个城市设计 变成城市设计师 这边一个运动 那每一家公司呢 公司呢 都会是技术公司 那行业数位化的一个大升级 这样的一个带来 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另外一个就是 全球科技供应链的变革 包含是 不管是美国啊 欧洲啊 中国啦 还是台湾 还是日本 在这个全球科技供应链变革之下 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所以技术浪潮 是对个人 对公司 对全球的科技供应链 都产生重大的冲击 在银行业呢 大家可以看到 变化非常大 演算法就是交易员 自动的这个 自动化学术跟技术 将这个交易员 由银行业务人员 变成技术专家 然后科技巨头涉足银行业 银行业的这个数 数位化转型 那么包含我讲一个就是 像中国呢 有一个叫威仲银行 那它是现在中国最大的 网上银行 那这个对于这个个人 还有小型的微型企业呢 发放的这个贷款 贷款额 还有连交易额 都应年度呢 都已经达到千千亿跟兆的这个级别了 那汽车业呢 大家也知道 在新一代的机器人呢 都是自动驾驶啊 人车互联的这个智能化 还有最大最复杂的IoT设备 对这个汽车业呢 都产生的重大的冲击 现在所有的 基本上大的汽车厂 不管是在美国 在欧洲 在这个 中国 或是在台湾 在日本韩国 所有的大汽车汽车厂 或者是这个汽车平台提供商 都在银头感上 追逐这样的一个 产业的转型 那虽然再举个例子吧 在教育业上面 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 那更让很多人 包含学生啊 或者说职业工作者 在线上教育 在互动室学习 效果检测上面 还精准推荐上面 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科技浪潮 对 产生了哪些新的工作岗位 产生了哪些新的行业 还有对传统的行业呢 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那些内涵 那这个新技术浪潮 就是初天到了 九月八号到了 新技术浪潮 带来的新的工作岗位 大家可以看到 这么多的新种的工作岗位 我不晓得在座的 我们同学们 或是听众们 大家是不是 正在从事这些新的工作机会 未来呢 知识性不够的 这个工作岗位 可能会慢慢被自动化 跟人工智能淘汰 但是呢 也会相对的 催生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有催生了很多新的行业 互联网不用说了 在互联网行业 在移动行业 已经有很多 由于新技术 催出了 催生出了许多新的不同的场景 新的商业机会 那像AI在安全监控自动驾驶等等方面 也都产生了很多新的行业 新的机会出来 那在传统企业方面呢 也产生了很多的变化 那这边举了一个Walmart 他在这个 从线下零售到线上零售 几乎这几年呢 在前年 在2017年呢 他的线上零售 同比增长了632% 那在去年呢 Walmart甚至呢 跟微软呢 全别人走 想去收购TikTok 这个北美的业务 所以看到 传统企业也在 紧紧跟上这个新技术浪潮 那这些新技术浪潮 是来自于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 很多领域里面 包含是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里面 很多开源的技术 这是遍地开化 就像这个 在秋天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菌花开了 把这个开源的技术呢 实际上一个 看起来不起眼的句话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 它是最茂盛的 从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到 刚刚讲的ABCD 就是AI Blockchain Cloud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IoT方面 都是以开源技术来做主导 那 刚刚我这样说 大家可能还不确定 但是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图 这是一个现在的开源技术 科技 软体里面的核心技术战 那基本上是由美国来主导 那它这个高度的分工呢 造成了这个几兆美元的 其实这个甚至 这样的一个生态体系 这个产业集群呢 和原有的大公司呢 一起构成了美国主导的 核心技术生态体系 形成了核心竞争力 让它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规则 制定者 最大获利者 那它带来了 这个下游产业的 它这个下游产业的竞争优势 也就是美国这些 软体产业 其实呢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核心技术战 由 以美国为主的 技术 主导 对他们产生了非常大的 竞争优势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技术战里面 不管是在开发工具 跟环境呢 还是打前端 是原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数据 苦区块链 物联网 操作系统这些方面 可以看到开源的项目 开源的技术占了绝大多数 那避人的 反而是相对少数 也就是避人黑的这一块 左边这一段 但是开源的 现在的技术呢 已经是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就我们说冲天相认 透长安 2020年 开源 安全及风险的分析报告里面 他们提到了 他是在 他所审计的 99%的代码库里面 包含了开源组件 那在这个 17个行业里面 超过一半的行业呢 100%的代码库里面 喊了开源 那他们审计过的代码库里面 全部的代码库里面 70%是开源的 那这个就印象了 就是说 软体正在吞噬这个世界 那开源呢 正在吞噬软体 也就是说 为什么满城近代黄金奖 黄金奖也就是开源 那未来呢 不是未来 现在就给你看到 那未来会只会看到开源 是无所不在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就是Github的现象 你刚刚说到Github 在这个全世界是非常火爆的 它作为全球 开源软体代码库里面 最大的一个托管平台 目前它的开发者 有超过了5000万以上 那80%贡献者是在美国之外 那用户最多的国家呢 是在 以美国中国 这些国家 那企业呢 里面 现在有78%的全世界 财务50大呢 参与开源的贡献 不是使用 是贡献 那右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 两年之前 两三年之前呢 我在 中国开源年会里面 去拜访了Github 跟这个Github的CEO 他们做一个对谈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呢 全球开源软体的使用量 在Github统计里面 目前呢 这个全世界的20个地区 美国是排第一了 当然 其他的最大的使用国家呢 就是中国 大家可以看到台湾 台湾大概排在第一 前世纪吧 所以台湾也用的这个开源软体 使用量也是比较大的 Apache软体基金会里面 中国呢 是使用Apache软体 项目最多的一个国家 不管是在使用的下载啊 或是 拷贝啦 或者是说他这个 Fork上面 使用量是最大的 目前为止 甚至超过了美国 在贡献者方面呢 从Github统计数据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么 非美国的开发者的贡献量呢 在2017年之后呢 迅速增长 2019年呢 除美国之外的开发者的贡献量呢 是超过的美国的2.5倍 当然以亚洲呢 是最多的 亚洲第一 欧洲第二 亚洲开发者里面最多 贡献者最多的 就是中国 全世界排名第二 在亚太排名第一的 中国在Github上面的开源现状 那他现在在开源软体代码库 创建数量呢 还有项目个别贡献者的数量 那都是 海宁世界第二 亚太第一 开源软体代码库呢 在去年呢 达到了550万个 这是一个非常 惊人的数字 他这个对中国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这么快的 银头赶上 越来越多的 企业呢 他加到了国际 软体基金会里面 包含像 阿帕奇 软体基金会 像Linux Foundation 像Cogni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 CNCF 大家可以看到有大量的 企业 加入了这个 国际软体基金会 进入了国际的事业 那当然也有很多的 企业呢 或者很多的社区 甚至个人呢 越来越多的 他们的项目 捐赠了给这些公益基金会 包含阿帕奇软体基金会 那我个人呢 像阿帕奇软体基金会 这些项目 基本上 所有的负责人 和他们社区的 项目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基本上都认识了不少 可以看到 从2014年开始 这个 以指数型的增长 不断的快速的 有越来越多的项目 这个捐赠给了这个阿帕奇软体基金会 另外一个 非常大的基金会 叫Linux基金会 目前国内有 20几个相关的项目呢 捐赠给Linux基金会 还有其他的 他的子基金会 比如说CNCF Linux基金会里面 云计算云人生的 Cloud Native 是他一个 主要的大宗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人工智能 AI部分 也是越来越多的项目呢 在里面非常的活跃 那也可以看到呢 除了捐赠参与国际 进入国际视野之外呢 很多大的公司呢 巨头公司也踊跃的 去参与开源 贡献开源 大家可以看到 百度阿阿里巴巴 腾讯老华为 美团360 小米等等 有大量的项目 开源存在里面 同时出了这张 除了这些大企业啦 不管是捐赠给国际基金会 不是他自己去开源 做的非常好的一些 开源专案项目之外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呢 从大概十年 这个十年的路 这路走下来 越来越多的 开源企业呢 他创业 越来越多 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除了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新创企业之外呢 中国的开源社区 非常的繁荣发展 不只是项目社区 也有中国的社区 跟随着领域的社区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最左边呢 这个开源社 就是中国国内呢 目前很少数的 一个是 就是非 非盈利的 公益的 但是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 这样的一个草根社区 那其他很多的社区 是由 像是媒体啦 政府啦 企业啦 来推动 但是当然这样的 草根社区呢 中国在中国现在 越来越多 都发展起来 这边要说到这里 特别要讲一下 就是说Gitty 大家都知道Github 像是全球第一大的代码 扣管平台 Gitty呢 它叫马云 马是代码的嘛 那不是那个阿里巴巴的那个创始人 马云 叫马云Gitty 它像是全世界第二大代码扣管平台 那目前呢 它开发者已经到达600万 它代码仓库呢 到了1500万以上 那 那个 企业用户也非常多 那中国呢 也在前两年 做出了自己第一个 开源许可证 叫做木兰 木兰宽松许可证 还有一个木兰公共许可证 你可以把第一个呢 看成是宽松许可证 那也看成是像是 MIT 或是Apache License 2.0 这样的来 这种的许可证 那国共许可证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像GPL 这样的许可证 那这个木兰许可证呢 在发展的过程 在研制的过程之中呢 那我本人 还有开源社 也都参与在这里面 那它是一个 第一个由中国本土发起的开源许可证 那最后呢 透过开源社的引荐呢 我们跟国际 开源许可证的 权威认证机构 叫OSI Open Source Initiative 它会认证成为国际化的开源许可证 那它里面有两种语言 中文英文都可以做 那目前呢 在这个刚刚讲的 马云DT上面 水红木兰协议的开源专 专案已经超过2万个了 那中国也诞生了 它的第一个开源基金会 叫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 这个是一个由政府来背书支持 很多的大的企业 中国的各大企业 基本全部都 这个基本上都在里面 刚刚讲的我们那个七巨头 还有更多的大的企业 都加入到这个里面 然后呢 里面有很多的 好的项目呢 也都捐赠到这个 Open Atom Foundation 也是开放原子 开源基金会 他们使命 我觉得是非常 朗朗上口 但是也很真诚 我自己个人是这么觉得 他说是一切为了开发者 一切为了全世界 他们愿景是成为国际第一流的 开源基金会 好的 想到这里呢 我想最后面就 我们会提到开源商业化的 的机遇 前面讲开源 从一个技术 一直演化到了企业来推动它 新创企业来发展它 开源社区的蓬勃发展 基金会 的这个成立等等 那我们现在在 在看在全球的规模 这个规模全球的视野之下 还有在中国 甚至在台湾这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开源商业化 到底带来了什么机遇 我们在后面好好聊一聊 好 那在开源商业化的演进呢 大概可以有 说更成三代吧 那第一代呢 就是以RAID 红帽为代表 将开源软体呢 打包成package 那以光碟的方式销售 然后搭配以资许服务 和技术知识服务 咨询等 那红帽呢 就是从此起步 到今天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公司 第二代是关于open core 就是将核心的基础版开源 但是商业版跟专业版必源 或是开放核心 但是要收费 那以这个hadoop或是spark为代表 那到了第三代的商业化的模式 云原生代码全部开源 但是开源系统越来越复杂 想要很好的运用这套工具呢 可以由开源公司 公司提供云原生系统 SaaS服务 私有云服务 这个模式呢 目前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 几家开源上市上市的公司 包括elasticsearch mangoDB等市值发展 都接近了百亿美元 那围绕着开源的生态体系 尤其是云原生的生态系统 都是开源技术在推进 那云计算为例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在拉斯达克指数里面的 BVP Nasdaq Emerging Cloud Index 也就是云计算相关的股票指数 累计市值 最新资料为1.8兆美金 我们可以看到呢 开源的商业化日益成熟了 在2014年 SUSE被Microfocus收购 17年 MangoDB在拥销所上市 18年的elasticsearch 顺利IPO 2018年呢 微软75亿美元收购了Github 2019年 IBM呢 斥资了340亿美元来收购 Red Hat 这里面呢 有一个特别的 善于投资开源的大师呢 叫Peter Fenton 他分别投资Red Hat Docker elasticsearch Hortonworks New Relic Cockroach Lab 他的这个 封硕的战果 这个赫赫的战机啊 实在是令人这个崇拜 还这么会投 而且投的每家公司 基本都成功的 非常厉害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那在全球除了刚刚这些早一些早期的一些非常成功的例子外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 开源商业化的这个井喷的这个效应啊 可以看到Jboss啦 Zimbra啦 Zensource啊 Cludera啊等等 看2021年上半年了 美国投资开源中商业公司就达到了50亿美元 这是半年了 那他这个上市公司价值已经突破了5000亿美元 所以呢 美国跟世界其他地区呢 尤其亚洲大概有3到5年的差距 所以呢 也就是说 亚洲 国家做开源的商业机遇呢 正直要开始到来 我们可以看看后面的例子就知道 那这个下面是 这些收入1亿美元的大于1亿美元的商业公司 是非常非常多的 好看看全球开源公司的这些成功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中国这里 我刚刚说这3到5年的代差吧 那现在呢 国际的风险投资呢 也关注到了中国大量优质的开源项目 及开源新创公司 所以现在是在这两年是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那这里面呢 很多公司都是我个人也接触比较多的 基本上大部分都认识了 因为在开源领域里面 在跟开源社的合作 是非常紧密的 那其中你可以看到一个 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pink cap 他最近这一轮呢 融了2.7亿美元了 这一家公司呢 他们也没有把他项目全赠给国际开源 那底基金会 他们就自己做开源 然后经营社区真的非常非常成功 那有机会呢 可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pink cap 他们是怎么样创业的 这个怎么样能够把社区经营这么好 把这些开源的专案的项目的经营 这么成功的大量的客户 吸引了国际投资人的这个目光 他创办人呢 从这个很小的时候 他七八岁就开始做编程 也是一个摇滚乐的玩家 也是一个城市开发的一个超级高手 他的故事也很有趣 这里面有太多了看到的开源的这些爱好者 贡献者 怎么样呢 从一个从贡献到社区里面的参与 到开源里面这样一个初心 然后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最后能够获得成功 那这个他不是为了去上市或去融资 开始去热爱开源 而是由于他热爱开源贡献开源 最后呢就能够成就自身 所以呢我想在这里面 会看到了这样一个开源的商业机遇 那被美国开始 从美国开始 欧美开始 到这个亚洲 以中国为首 那台湾呢我相信也会迎来这样一波的机会 那台湾是一个硬体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行业为主 那我相信呢这样的硬体的 这样的成功的框架里面 也需要更多的软体的 这个智慧的软体 来充满这样的一个硬体的 神区跟框架 获得更大的成功 那我想这个机遇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 一定要一起好好掌握住它 好 刚刚我们看到了开源在全球 在亚洲 在我们的邻居中国这里 获得这么大的发展 得到了这么多的好的商业的机遇 那我们自己在台湾应该做什么事呢 那我们在台湾是一个硬体的强国 那我们当然也需要 这个变成一个软体的智慧的强国 那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 开始发展开源生态来做起 那这个生态呢包含了企业 包含了政府 包含了好的开源项目的社区 包含了热爱开源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甚至包含用户 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引入合作 把这个国外的开源项目 可以引到国内来去使用它去运营它 比如说把一些好的开源项目呢 带进来我们成了一个台湾某某某 项目的这个专案的社区 那比如说是那个Spark 这个社区之类的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自建来培育 台湾大公司呢可以建自己的 开源技术站 有的创业公司呢 获得了这个也有机会呢 获得开源投资人的青睐 这是一个巨大的创业机会跟赛道 第三个呢我们要融入国际化社区 最怕就是观众其本来自己闷头来干 那这样是很难去打造开源生态的 那我今天的这个介绍呢就大家就到这里 那希望大家等一下有点时间的话 可以回答大家问题 那也希望我现在人住在高雄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欢迎可以来跟你透过邮件 这种方式我们来进一步交流 好谢谢大家 哈喽 你进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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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来了 哎 各位听导好 刚你去静音 对 对 不是这个我跟导播说了 我要用这个装置 而且要切到另外一个装置 对对 不好意思 浪费大一点时间 其实刚才就是也有那个 很多问题就是 有一个问题 其实PT是不是GitHub的另外一个版本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alternative吧 中国版的alternative 然后呢有个问题 其实我也希望TED多说一点 其实这个也有问 他说开源商业公司投入的开源开发在中美 都是很明显 而且很有完整的一个生态系 但是在台湾还是难接受这个概念 那请问TED觉得就是台湾是否能够发展起来 像中国发展开源的这个关键是在哪里 就可能也可以这个对 你也可以交流一下 台湾 OK 我看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你的声音有一点段段序序 我看一下开源商业化开源投入 开源开发在美国中国是很明显 很明显 这是很难接受的观念 为什么呢 有完整的生态系 OK 我这样说吧 因为其实现在开源是一个叫做世界村的 地球是平的 大家都是在线操作 像我们今天这个Cost Club大会 其实也都是在线在运营 很多人都在线在参加 那像中国很多大社区 或是全球很多大社区 他们都是透过同步或异步的沟通方式 尤其更多是透过异步的 跨时区的 透过邮件啊 或是各种方式 一步来沟通啊 所以说你开源的人在什么地方 其实并不是这么重要 以我为例吧 我现在人在台湾 我在高雄 但是呢 我参加这个中国的开源社区 或是阿帕奇软件机器 软体基金会 阿帕奇Sofar Foundation 它在全球的这些运作 其实是没有障碍的 那我举个例子 那从2015年开始 当时中国其实有 非常少数的开源项目 只有三个 到后面呢 到这个2021年呢 已经有22个项目了 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 中国的正式的阿帕奇 也只有几个数吧 两三个三四个 那到今天呢 已经有将近十几二十 将近二十多个正式成员了 所以呢 我觉得是以台湾为例 台湾现在的阿帕奇政策成员 我相信也是各位数字 那有一个专伟丘教授 他今天也有做Costcap也有演讲 那他也是在这个阿帕奇 这个Machine Learning 这个Submarine的Project里面 带着他学生 一起在做开源项目 那么很多也变成正式的Committer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其实说台湾很难 我就是完全不接受一个 这样的说法 台湾呢本身就是一个 以贸易啊 以这个像 这个全世界出口 这样一个外向型的经济 所以呢 这台湾的不管是年轻人 我其实应该向外去拼去创 这样精神是有的 没有说是因为 因为你在哪里的关系 所以你会受到限制 你可以参加中国的项目 你可以参加自己 启动一个项目 也可以参加亚洲项目 参加美国的 欧洲日本的项目 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 只要你是愿意 投入开源进来的话 投入进来贡献 开始贡献累积自己的话 你也可以变成全球 顶级的开源基金会 你们顶级项目的核心贡献人员 好 我讲完了 好 抽参 这种目的核心在 咖啡目的散发 那么我们一定的 更適合 吧 可以 参加